好,剛剛的電路其實我們是刻意讓各位複習一下 因為課本裡面就有了嘛,我就是這個電路嘛 不過影迪生所畫的跟我有點不同 因為我是從A0開始,他從A1開始 因為一般以電腦而已,我們會從0開始 這是一個習慣問題而已 那進位這個C0呢,以這個case,C0是0,對不對 以這個例子的話,C0是0 因為前面沒有在進位進來的,所以它C0是0 那之後呢,輸出S0,然後這邊輸出就變C1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把這個東西變成這個程式 即使不難對不對 上禮拜我們不是寫過一個全加器嗎 好,這個全加器 這個全加器在這邊嘛,對不對 FOOA的,有沒有 FOOA的 總共有用了兩個SOR電路 SOR杂和三個 和兩個AND杂 還有三個SOR電路 總共有這麼多的杂 就可以兜出一個全加器 好,但是兜出完這個全加器之後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把這些全加器給串接 串接之後呢,變成一個四位元加把器 怎麼做呢? 這時候要宣告正列 比較好做 不然你就會宣告A0,A1,A2,A3 B0,B1,B2,B3 這樣很累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選擇正列 好,那在這裡呢 其實用SINE就變成有號數了 可是以我們這個例子其實是五號數 你把SINE拿掉,它就變五號數 所以在這裡其實是可以用五號數啦 但是用一般來講 如果位元數是四位元的話 那用五號數比較正常 但是如果位元數到32位元的話 那用有號數比較好 所以我們這邊是用有號數 好,那再來B也是一樣宣告 CIN這個就是第一個輸入 也就是C0 CIN就是C0 那上呢,就是S0,S1,S2,S3 COUT就是最後一位元的輸出 也就是那邊的C4 那邊的C4 對,最後一位元的輸出 就是COUT 那中間呢 的進位 我們宣告一個區域的線路 WIRE3到0 區域的線路 然後就是C0 C1,C2,C3 但是我們C0沒有用 因為C0呢 就是這個CIN 我們就不用 所以就是C1,C2,C3拿來用 那接的時候怎麼接呢 全加器 請注意上面那個全加器 是不是 A0,B0輸入之後 和C0,CIN輸入之後 輸出是S0和C1 對不對 再來 好 輸出是S0和C1 S0 這邊開用的中文不太一樣 我這邊用0 好 然後開用1 這只是 只是那個習慣問題而已 好 那我這邊都是用0開始 好 好 OK 所以當我寫完這一個模組之後呢 接好 我們就把全加器 把四位元加把器設計好 但是如果你要設計的是32位元的話 你會怎麼做 把這個直接寫成32個 這個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比較更簡單的是 你再用四個四位元 八個四位元去串接 這樣就不用寫一整排32個 好 或者是你先串接成16位元 再用兩個16位元去串接 也可以 好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得到一個 一個四位元的加把器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來做測試 用來做測試 那這邊我用0101 按0000 去做加把 但是呢 我每隔50奈秒的時候呢 我會把B加1 看看這樣的加把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測試一遍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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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結果 我們編譯一下 好 那你會看到這裡 但是因為我們是用有號數的方式喔 所以我們的正數是從0到7而已 然後呢 因為後面就變成有號數 所以就變 Şey 付八 付七 複六 複五 複四 複三 複二 複一 那對 各位知道二補數有一個好處,我們這個是用二補數表示,二補數有一個好處,加法的電路跟減法的電路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應該不是說加法,就是說正數的電路跟負數的電路是一樣的,都是用這個電路就可以做,做正加正,正加負,負加正,通通都可以用這個電路做,這是二補數的好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5加1變6,5加2變7,問題是5加3變負8了,這是對的,為什麼,因為是有號數,意味的,5加4結果變負7,5加5變負6,這是對的 好,那再來你會看到變成5加負8變負3,這對啦,5加負8本來就應該負3,5加負7變負2,5加負6變負1,5加負5變0,這都是對的 好,但是因為,因為它有可能異位的關係,所以會變成負1,好,那這些結果,請各位稍微參考一下,我們的程式,然後執行一次,執行一次,設計市會員的加法器,設計加法器,然後仔細看一下程式,有什麼問題的話,就先提出 好,我們把它貼上去 好,有了這種電路之後,我們才有辦法做一個處理器,如果你至少要有一個N位元的加法器,我們才可以做處理器,處理器一定要做加法,不能做加法的處理器,至少我這輩子還沒有見過 這個可以做ственно,說不好了? 好,請 Xin呼籦嗎? fare battlefield было好結構!